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乖 那么今天呢,也是许久未在这个视频当中跟大家见面了 也是想想念大家 估计是很多朋友应该想我了吧,是不是 毕竟有这个半个来月没有在视频当中出现了吧 我都忘记了,最近也一直感冒 这个视频也是稍微的更加慢了一些 不过我们之后会加快一些 一般是三至五天 因为没有因为了,先不能透露 好了,在这个视频的开始之前呢 先进入到我们大家比较期待的一个小广告环节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面前的摆的这双鞋子 本来我是上一期视频想在这个短片当中给大家试穿一下 但是由于呢,由于是感冒了 实在是不快方便,有点憔悴的这件事 把这个头也剪了,剪了一个老改头啊 这个刚老改出来,不过现在改型归账了 好的,看鞋吧,别老照我了,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这一款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主打的一款一百三十九 非常帅的一款板鞋啊,非常帅些 什么一个侧面啊,整体的 然后它前面是一个呃,那那样的面 我不太会形容啊,凡是那样的面 呃,类似于绒面啊,但是又比较硬的 有点像皮的那种啊,非常的有形啊,非常有形 然后侧面是这种花纹 我简单去摔一下,这鞋子真的是帅我忍不住了 哎,哎,非常帅的一双鞋子 我的脚有点大,我的脚有点大 这个一说一句,然后大概我们鞋子一个整体的呃,一个侧面 侧面啊,这个背面,前面的话可以看到啊,这个非常帅的一款鞋子 呃,然后我们这边,也是为了响应大家啊,满一百七十九啊,一百九十一百一百十一十 我还真忘记了,最近至少也是跟不上了 就是我们上期视频当中,啊不对,上上期啊,也是送的我们这个手表,对不对啊 我们这个DOTAR定制的一款手表,我们啊,这个为了回应广大玩家的喜爱 我们又是定制了五十,啊,五十只 所以说,想要的朋友们也是要抓紧时间了啊 在啊,今天视频发出去之后呢 前50名玩家只要购买 应该199 就可以拿到我们这一款 到他定制的手表 非常精神的一款 好了那么这样的话 还有我们这个男装店 你看到我身上穿的这一款 其实我们这边拿了有很多 我们这边有点乱 我也是不能每一件都试了 因为最近在准备搬家 所以家里还挺乱的 家里面是非常的乱 但这一款的话呢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店里面 也是卖的一款短袖 我也是试穿了一下 不过这个挂领子 这个平时在家里面穿 也是比较适合 但是我现在外面 这个衣服有领子 我就不太喜欢穿这种挂领子 感觉到不太舒服 然后穿在家里面 不过这款衣服的质量非常好 因为我们现在 也就是现在主打一些短袖 还有我们这个夹克 像我现在身上穿的这款夹克 就是我们现在店里面 卖的非常好的一款 而且是比较适合天气 春天不冷不热 穿上去刚好里面穿一个短袖 反正我发现 你别说你穿这个夹克还挺帅的 这不是我帅 夹克帅 你穿你也帅 主要是夹克的问题 衬托出来的 本来我是一个小胖子 穿这个夹克之后 我也可以精神一点 对不对 好了 那么我们也是想话不多说 说一下我们现在 这个店里面的一个 就是活动 说完了 说一下我们这个店里面的地址 我们的男鞋店是 DOTA小乖的淘宝.com 然后我们的男装店是 乖DOTA的淘宝.com 好了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精彩的视频 哈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小乖 那么今天呢 也是带来我们的单牌 那么今天这个单牌是 28-29 两牌 这两天也是有一点 这个纠结 所以说视频稍微的更新了 慢了一点点 之后的话呢 可能也会是三天 三四天左右吧 三天到五天之间 因为最近也是一直在感冒啊 然后现在 呃 说话的声音还是有一点 因为感冒一直没有好 这次有点严重 好了 那么这盘的话呢 是我们从这单牌的 第28盘 啊 刚才也说过了 呃 然后几分也是1600多分 然后完了一个是 中单的活女 呃 可以看到我的出门装啊 这个出门装的话就是 呃 比较凶残的一个出门装 就是不需要补给 因为很多英雄他真的出门是不需要补给的 如果实在是需要啊 你可以选择运一个大药过来 呃 因为活女前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 而且他不是一般的厉害 首先他这个呃 攻击的射程是比一般英雄都要远的 除了火枪啊 除了火枪 呃 然后呢 就是他可以利用地来去消耗 可以来用地去补刀 前面就一直用这个地跟T来消耗别人 然后打出瓶子 呃 有瓶子之后呢 清兵线 然后去消耗啊 去控服啊 也是一个比较常规的打法 呃 我看是一个进展 我就选择选了一个T 因为他这个补刀的话呢 我一个晕啊 然后加下两个武功 好的啊 这边选了一个发条啊 一个T 顺便补个刀 A他一下 这个英雄 哎 什么情况啊 这边来了一个沉默术士 我想替他 但是我要躲 我躲 哎 这个地方他居然不走 好的 被我踢到 好的 现在是直接拿到了这个 医血还有助攻权 瞬间瓶子 可以看到啊 这个也是 非常的靠谱 就是我跟大家说过的 让这个塔去 把他给击杀掉 最后一下 千万不要去K头啊 让这个塔去 把他击杀掉 然后呢 就可以拿到一血 跟助攻钱 呃 如果是有队友助攻的情况下 是会呃 就是平分一下这个钱 可能是塔拿的一血 就是不是你们两个人拿的 但是呢 这个钱还是非常的多 也是比较赚的 总之会有一个助攻钱 好的 那么是一分钟 然后斜平 哎 地下屠夫 他现在是根本玩不了了 根本就玩不了 这个对线的优势 一定要打出来啊 这个英雄方面的优势 屠夫打火女 根本就是使灵开啊 没有什么悬念 他不可能打得过火女 即便他是把我勾到了 但是 我回到一个地 是不是 然后他再怎么走位 也不可能躲到这个地 除非是他不追我了 所以说这个 屠夫打火女 是没什么胜算的 而且我这边是一个随机的宠门 好 那么继续来压制他 好的啊 把这个冰线一清 买上一个鞋子 最近感冒 确实是一直打倒他的状态 也不好 也不兴奋啊 因为感冒的时候 就是很烦 一直留鼻涕 然后说话也费劲 说话也费劲 有的时候干脆就不说 你去打下野 上没戏了 上路好像是崩盘了 那我这边是把这个挂架丢地上 然后吃一口磨瓶 虽然 可能啊 可能帮助我 多回复不了多少魔法 但是 毕竟多回复力一点 有那么一点 是那么一点 把这个冰线一清 哎还没补到 我先把小鞋拉过来 如果是没有服的话 我就去把这个瓶子运回家 如果有服我就把鞋拉回家 哎 这边碰到了一个大爆神父 下面牛头 看能不能干脆一波 这个下面好像有眼啊 这个牛头直接走了 那我回到中路 找一波屠夫的麻烦 这个屠夫 这个屠夫 哎 他好像还不知道自己要死了 你抗打你抗打 哎 杜姆哥,冲了,兄弟,别打野了,你直接看角度冲上去,两级的末日,你这效率可以的,那我不管了,我直接上了,一个TD2连,好,加上普攻,还剩一下,哎呀,一下, nice,拿到人头,吓死我了,我生怕是被这个,啊,不对,我生怕这个被他跑掉,这个末日一直不上,有点急,那我现在是非常的顺了,三分钟,斜平,加上六级,还有900块钱, 那这凡跳刀应该会很早,啊,把这个冰箱一捕,上路是塔直接被破掉了,三分钟,好快,啊,上路是一个斧王,斧王加发条,这两个英雄打近战确实是非常的厉害,很多的英雄都是相生相克的,啊,我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就是,嗯,你选一些英雄,你可以相对来克制一下,就比如说最近打多大,啊,每次我这个,很耿直的,出门选了个蓝猫,啊,对面选了个女王,就一直把我打哭, 然后我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对线太菜了,啊,不过对线也是有的时候还挺菜的,但是,英雄上课也是非常的重要,啊,这边,我怕怎么勾到我啊,就勾到我的话,感觉有问题,不太大,哎哟,还好没有勾到,啊,这边是一个T,T到了这个,CG,给两个普攻,哎,杀不掉杀不掉,再A一下,应该,哎,不对,再A杀不掉,我这边主要是蓝不够,啊,只够一个大招的蓝, 哎,不过我还是应该把技能给甩掉的,没有必要省了,我主要是感觉杀不掉,不想浪费蓝,而且我不想回家,然后买上一个假腿,四分成假腿,然后运上一个小蓝,刚才如果是直接一个T加一个大,然后加上的攻速呢,可能会有机会把它给A死,好,那这样的话,把这个沉默,T2连,秒掉,肯定死了,不要挣扎了,哎,还杀一下,还杀一下,好的,A死了, 加起这个攻击就是高,我一般放进呢,会选择把二连直接放掉,因为,呃,你二连放掉的话,攻速会加的更多一些,啊,把这个冰反掉,那么我前期是顺的不能再顺,五分钟已经是到达了七级,而且要八百块存款,这个一般的这个中路,就是报警了,还没想玩,这没想玩,还好这个英雄是个屠夫,屠夫至少他这个肉一点,换一个什么脆皮, 他出来基本就要被我直接秒掉了,就女王像,呃,什么蓝猫之类,打这个,嗯,老,不是,打老虎去了,打这个,红女都是非常难打的,因为,他消耗不过红女,红女这个D的命中率基本是百分之百,女王上来消耗的话,只能放一个D,而且你又不敢A红女,红女一见面,啊,一个D,你女王也一个D,然后,这个时候你再A我的话,就替你,我再点你加攻速,就说你A不过,呃,蓝猫的话就更不用说了, 他写消耗就用这个残影的一个被动,这个超负荷来打这个伤害,想用残影打到基本不太可能,除非是这个,玻璃困了,走到了脸上,哎,这边是咬住了,哎呀,阵亡,这个又给好惨,我这边等一等,哎,看这个房会不会过来打野,哎,有个CG,有个CG,那这个没办法了,兄弟,这个CG还非常肉的,房这边是有跳刀,我根本就不S,我是被屠夫勾到了,我回到一个T, 房我点灯,他只有1级点灯,点灯1级是可以吃瓶子的,那我这边是疯狂的,我要点他,我要点他,好,这边再一个T,再来一个,普攻他就死了,DCD好了,就就就就就,哎呀,这屠夫,哎哟,差那么一点点,帮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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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如果是屠夫再晚一点勾我,我把这个房一杀,有可能这个屠夫也不,哦,不行,我把房杀了这个DCD了,这个屠夫还是打不过他,反正这一波是有点亏, 差一点,差一点就打秀了,如果把这个图反杀掉,再有一个T的蓝,把这个富王也,富王是不太可能了,富王有跳,跳好斩我还是要死,你们稳住兄弟们,我拖住他们,然后一个人带节奏,然后你们这边去打钱,你们这边队友是有点崩盘了,你看流鬼来到中路,你说抢的钱又不好,不抢的钱我又没地方去了, 对他纠结,往上面是裸了一把跳,连鞋都没有 然后军团是有一把跳刀,决斗他兄弟,哎,决斗了,决斗了,哎,你,嗯 哎,大哥,我的亲哥,你这是跳到哪里了 他刚才如果决斗那个CG,随便就杀了 因为我这个爆发可以随便杀 沉默是没有什么爆发的,而且沉默是个酱油,他只要把这个CG一控到,必死 随便杀了,大哥,军团看到人直接跳走了,我真的是惊了个呆 当这种逆风局,然后你是单排的时候呢,尽量去补上一足眼啊,因为这个队友他可能觉得自己崩了,他就不想埋眼 其实越不埋眼越崩 没有视野,对面想杀你杀你,而且有个发条,勾到你必死,你说 不埋眼怎么玩,所以说肯定还是要埋眼 这边我是发了个信号,别决斗他,别决斗他,CG可以杀 房也是没有爆发的,哎哟,人好多 把CG一秒,就算房跳好的话也是杀不掉人,无所谓 杜姆这边冲上去卖一手,哎,军团决斗,这军,这,这,哎哟 那我只能打这个房了,这房应该是可以秒掉 这个房既然不好一下,好一下的话可能会再要我追一手才行 然后这边再一个T,还有这个CG,CG也要死,那这波对面亏了 拿了一个,稳了两个人头 好的,把这个下路服一控,这一波对面崩盘了 哎,哎,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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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哥啊,别闹啊 该上的时候你不上,我都走了,你居然冲上去了 你这个得过分了,小鸭四郎 哎,这边图不需要勾我,要不要勾我,啊,算了,不给他勾了 还想勾我,太远了吧,兄弟,你这个,不可能勾得到,需要加长一点 如果推对棒的话,有可能可以勾到 我现在其实也需要补一下了,因为前期,呃,一直在游走,还埋着多眼 这个跳刀可能会稍微慢一点 我本来,好像是五分钟就这个装备了吧 好,一直是没有跟你装备 好,把这个,恢复准备吃掉,去打打野 当你这个节奏比较延缓的时候,不要太激进 因为你现在想杀人也杀不到 并不是中单就要一直去杀人的 还是要看情况,如果你队友,呃,比如说你队友崩盘了 或者你队友是,呃,没有战线的英雄 你这时候再去杀人,人家又不傻也不会给你杀 而且对面有什么屠夫发条,府王,蹲人还是蛮厉害的 尽量考虑去打打野,然后,呃,去那个招招节奏,开个物,刷法跳 或者更新一个推对棒之类的,再去打 太盲目的打了,真的是难打 诶,这个CG可以杀,CG可以杀 这个,沉默也可以杀 诶,哥,往这边走,诶,对,对,对,往这跟 随便杀,呃,云友跳刀了,那这个沉默肯定是必死 好,这个沉默,一个地,沉默大招一甩,军前跳过去 好,这边一个普攻A了出去,但是没有死掉 打这个发条,大招给上 好,杜姆也是大招给上 诶,屠夫这边咬住了我,哎呀,大哥 一个T,魔棒一次回到一个地 好的,反杀掉这个屠夫 他是自杀 那么这波对面是死了三个人 好,不过这个屠夫是自杀 有点黑 好的,把这个下落的加速一控 牛鬼传到了下边 父王五百血 诶,感觉这个父王可以杀 我不管了,看这个父王能不能杀掉 加速直接吃掉,赶紧追,如果这个父王贪心的话他就死了 他如果贪这个车 诶,怎么打得这么快 会不会跳过来 一个T,D,哎呀,好像没有地道 T是T到,但是没有地道 但是父王还是得死,我就不相信我追不死你 我就 尤特哥,你怎么又来了 这个屠夫的勾 他是直接说服的勾 这个TPI来直接勾我了 有点果断 有点果断 如果是我的话 我肯定这个不说服的勾 因为这个勾是不能S的 勾歪了就勾歪了 好的,这个相同的画面出现了两次 又是我追杀父王的时候 然后被这个屠夫一个勾给勾走咬住 游,游掉 好烦 本来是强行单杀这个 父王的节奏 那么我这一盘的节奏就被拖了一下 被断了两波 直到现在还是没有跳刀 而且只有八级 你看我前期那么肥 到了中期我支付了两波之后呢 这个等级,包括这个装备都不是特别的豪华了 本来我这装备非常豪华 但是由于支付了两波 所以说这个游戏还是不能支付啊 稳住 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支付成性忍不住啊 CG把这个恢复给控掉 CG框住Lina的时候能不能放技能 好像可以放技能 好像可以放技能 我记得老鹿好像是不太好放 老鹿放不出来 然后那个TONG支援好像也放不出来 反正有挺多这个技能放不出来的 像小大家我记得也放不出来 小大家就会一直 一直抬手一直抬手 等我吧兄弟 这一波有什么有大招 你们不等我 哎秒什么秒什么兄弟 上啊上啊上 哎呀 这运人有点 有点迟钝了 如果运人直接上的话 这个城堡肯定是死了 对面这个富王是碰到了一个福吗 没注意 有鬼先锋盾 这个优鬼还是挺肥的 而且这个出先锋盾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前期比较肥的情况下 出上一先锋盾 这个时候如果对面想抓你 哎 这边是直接 哎呀 这个末日是直接死掉了 被富王跳好 然后图付一个勾 他们的配合还可以 哎 上 兄兄兄兄 哎 上啊兄弟 好这边是跳沉默 然后我直接一个大招把沉默秒掉 还有这个CG CG也得死 防跳好事没有好到我 有鬼在打CG 他估计一个人追不死 一个人追不死 我给上一个D 我给上一个D 我给一个D 我一个DD两个 好像没有D到 我只D到了一个人 一个T秒掉 富王牛头大招 但是我这边的魔棒很多 反杀可以 好的 反杀一波 这波是拿到了三个人头 哎 这边有个CG 哎呦 这CG玩的好啊 这不死杀 这个没办法了 哎呦 我这个爆发 我以为够了 我应该S一下了 本来这波是死杀 但是我这波依旧是非常的肥 打出了成敦的输出 好的 现在14分钟 可以买出我的特刀了 火女的英雄如果盛起来是非常的恐怖的 他的爆发 以及他这个就是控制能力 他的T的CT非常的快 如果第一时间一直不死 他可以这个打出很多的输出 TD二连然后攻速很快 可以这个疯狂的点燃 到了后期呢 可以出一些 搬 就是搬DPS的装备 类似于女王 到了后期可以考虑出什么大链锤 金箍棒的这种装备 当然是到了大后期了 什么羊刀A杖肯定要先出 然后这边我准备跳过去 没有勾到 那我跳到一个T 哎呦 哎呦 服王刚好一个好屠夫咬住我 那我这样的话不是直接要交了 都给个技 哎呦技能确实没有给出来 早知道跳远一点了 我本来以为是这个稳稳的TD二连可以秒人 啊加个大招 刚好这个服王一个吼 我真的是报警了 他把我吼到了 然后我也刚好晕到他 哎呦那么 那不可能D死吧 这个如果D死了可能 只能说这个服王的智商有点问题啊 这边是一个跳材秒掉了CG 总体来说这波也不是很亏 就是我死了啊 几个大哥都没有死 下了三个大哥 鱼人军团加上有鬼三大哥 小弟死了 小弟死了 问题不大 有鬼之英雄一定要靠打团来这个提升军计 除非是打前的攻击也特别好 要不然真的会很穷 因为他打也比较慢 他不像什么猴子啊这种英雄 好这个地方我要再杀这个牛了 牛逼死了 好直接秒掉 这个牛非常的耿直啊非常的耿直 坑你一夜 还好我这个没有排到你一夜 要不然这个游戏真不能玩了 好的把这个冰线一收 1000块的存款又刷幅了 最好来一个回复 其实Lina也是比较吃蓝的 一套技能之后这个蓝基本就空了 所以说比较喜欢吃恢复 到了中后期呢也是比较喜欢双倍的 因为双倍对于Lina来说也是很屌 屠夫是把这个上的鬼控掉了 诶 这个塔是被CG给反了 那我只能把这个蓝用光 然后回家了 回家回家了 中了点危险 诶 这边有鬼是被吼 军团过来决斗 府王 他没有加T 这我感觉不一定能杀掉 啊杀掉了 不对 不一定能加到攻击力 杀肯定能杀 而攻击一会儿都没有加到 CG是框住了人 但我这波去不了 去不了怎么办 我只能 只能这个看你们去打了 怕啥 其实对面现在已经是不好打了 他们主要CG一死 就没有什么战斗力了 我们这边是比较肉 像什么军团 什么鱼人 有鬼都是比较肉的核心 鱼人还是挺脆的 但是他的装备可能除了一些肉装 毕竟是一个力量英雄 我吃出两个人 我这边是一波开悟 看能不能找个人去干 给你瓶子兄弟 诶 诶 沉默怎么打 掉了 没看到 沉默应该是按错了吧 大招给放了 这一波的话 沉默没大 感觉好打很多 让我去看一眼 诶 牛头在中路 但是我一个人 一个人可以杀牛是没有问题的 牛头是有跳刀 他有跳的话一定要先放D 然后再放别的技能 要不然他会跳走 除非他是反应太慢了 一个跳踩 那这个牛逼死了 TD二连 好 直接被死 这个牛也是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 行方代歉 也没有办法 这个牛是裸了一把跳刀 他肯定是想打一双鞋子 没有鞋怎么玩 肯定想打一双鞋 蛮大的鞋子 再放一双鞋子 我将衍生服役 我将金额都放上去 我将饭食服役 没有人要干他吗 咦 没有人要干他 应该是有个房子打野 应该走了 应该已经走了 我看这个野剑里面 诶 什么情况 他们的鸡怎么死了 鸡飞到我们的中路 诶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对面是要送鸡 我会有个逗逼 哦 这个对面有人在送鸡 我就说 哎 这样有个毒夫 但是我想杀这个府王 还是算了 犹豫了 犹豫了 还是算了 哎 这个房还不走 还不走 还不走 云跳材 一个T 打招秒掉 一般这个打有跳刀的人 千万是不要先放T 因为T是有一个延迟的 所以说先把这个D给 放了 就是一个大端跳刀 还是跳不了 这个时候你得考虑 一个位置踢 要不然他直接跳走了 你这个T的再准也没有用 鸟怎么死了 我都没看见 我只能说对面的兄弟 能不能专业一点 因为这个版本的话呢 他这个 你送一只鸟 跟送十只鸟的钱是一样的 他不会重复的涨 除非你的鸟再次复活 你知道送是没有意义的 好 是买了一个T2棒 因为有一个话条 我还以为是我弄死了 还有送鸟的哥们 我也是无语了 什么年代来送鸟 现在不是打神装送装备吗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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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突破的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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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突破的鸟 你看突破的鸟 看起来就非常的喜感 好喜感啊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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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鸟 看这鸟 那边跳过来 应该是可以把这个CG秒掉 点了个灯非常的脆弱 这个鸟还在这纠结吗 我都不想去打他 我这边推下鱼人 哎可以追 这个鸟都是没有鞋子的 好 跳踩 踩到这个哥们 一个T秒掉 哎呦 这个人竟然不是我的 上来就骂人 这个沉默是被喷了 应该是 这个我不开心 老子就要送鸟 不过我觉得他还是不专业 送鸡不行吗 鸟那么贵 你本来的球 你也买不了几只鸟 你不是送鸡吗 反正钱加的都是一样的 其实我这个比较讨厌这样的人 你这个玩的不开心了 或者你打一波没打好 你就说一句就说一句了 除非是队友不讲道理 强行喷你 那你就忍不了 你可以喷回去 如果队友的 队友是说的是道理的话呢 那你就别说话了呗 没打好 被喷一两句也很正常 我经常也被喷 如果是我的问题 我肯定就不说话了 如果不是我的问题 我肯定要跟他纠正一下 但我不可能送鸡啊 这是一件很蠢的事情 做见自己 本来就玩个游戏 这个没人会说你啥 你这样一来 别人都会说你 真是个沙雕 所以说还是不要这样 只能说做见自己 又不是 哎 这个 这又不是这个 你送了鸡 就别人是个 什么什么了 对不对 没有必要 好的啊 那这边沉默也是被我劝退了 劝退了 你看这样离开的游戏 也是比那种送鸡啊 送人头好很多 好了 那么这一盘的话呢 到这里基本就结束了 对面也是离开了游戏 让我们看我们的第29盘 哈喽大家好 我又是回来了 看完我们这个前面精彩的视频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这个零食店的活动 我们这边零食店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 呃我们把这个巧克力拿开 剩下的我们这一个整箱子啊 是我们精心为大家这个搭配的一款大礼包啊 整箱还有这手机 什么手机 手机是我的啊 不是没有手机 啊这个大礼包啊 这个大礼包的话呢 有非常多的品种 像这个大枣 我一个给大家拿一下大枣 然后 哈 黑糖那个什么这个这个饼干啊 那这个里面给大家猜看一下 这里面是这个小面包啊 小面包 我们是一共一共有20多种 我给大家每个都拿一下 这个是这个大家都知道 没事吧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对吧 溜溜眉啊 我们这个还是溜溜眉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啊 这个那啥 牛渣糖啊 我知道我考验你一下 这书你这语文确实学的不错啊 牛渣糖饼啊 这个非常好吃 我也吃了一下 然后这个里面是我们这个豆制品 像这个鱼豆腐 鱼豆腐之类的啊 其实这几刀 每天我摘开了 吃了一个 其实我也摘开一下 我吃了一个游戏上了 你这都不知道吗 我一直摘开 你搞机器啊 本来我意味着瞒着你 然后这个是豆制品 然后这个是葡萄干 还有我们的一个麻辣牛肉啊 麻辣牛肉啊 这个也是非常的多 然后呢 没事吧 你没事吧 很小袋的你没事吧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黑糖的麦芽饼啊 这个也非常好吃 我还是蛮喜欢的 这个小也是一个小袋的 你没事吧 这个是一个还是没事吧 非常萌的一个苹果形的 你没事吧 你看依然你没事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们啊 这个看一下啊 蟹黄味这个残豆啊 这个也是非常的好吃 我们这个品种 真的是太多了 我们这个大礼包 就真的是大礼包 什么都有啊 这个是也是蒜香的 青豌豆也是非常的好吃 是我们的一个小零食啊 这个朋友们也是不陌生了吧 我们这个十几块钱 本来是 然后两百克 特别的超值啊 非常的超值 而且非常的好吃 啊 这个呢 也是我们啊 这是个瓜子人啊 西豪温的嘎嘎人 这个我吃两张 哎呀 真的是太多了 超酱牛肉粒 我们依然十几块钱 两百克 非常的饱满 你看 这边都是死的 这个这么多啊 这个非常的多 这个量非常的大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白咖啡啊 这是一个咖啡 这咖啡我妈也没想吃 然后这边是漏掉的鱼豆腐 都是鱼豆腐 被我刚才一个把带的给碰掉了 这是我一个很蠢的签名照 如果你们不喜欢这张可以换一张 你不喜欢一收到就撕掉 你没事吧 然后这边还有很多像这个 这啥来着 这个我没吃 这什么米啊 我说实话我还真没吃过这个 就会尝一尝 这个应该也挺好吃 然后还有这个夏威鱼果 然后还有一个八蛋木 夹起来一共是有20多种 非常丰富的一个大礼包 还有一帮那个芒果干 对还有一帮芒果干 我吃到了吧 带得扔了 带得扔了 对还有一帮芒果干 吃完了吧 然后我们这边是非常多的这个品种 然后这个大礼包的价格呢 是两百六十元 两百六十八元 这么划算 非常的划算 二十多种两百六十八 而且这个量非常大 而且还送一部我们的iPhone六 不是吧 送一部我们的iPhone六 是不是非常的紧张 不是 看一下 国行啊 国行啊 你打开我看看 满二百 只要买我们这个大礼包 你打开我看看 开个玩笑 开开开玩笑 哎哎 怎么是打火机 我们是一个iPhone六的打火机 对不对 你每每你两百六十元 两百六十八 你送一个iPhone六 你那两天把我都送出去了 对不对 我们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那个仿真的一个打火机 真的我都没有看出来是 刚给我寄过来的时候 我以为是真的 哎 我应该真好啊 给我送两部iPhone六 然后手一滑 哎 着火了 是 不过也非常好用 而且你拿着非常有派嘛对不对 然后这手拿着手机 然后这手拿着iPhone六 就这手机 哎 老子就喜欢用诺基亚管着吗 然后这手 点个烟 多酷 是不是 好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大礼包也算了多 而且在我们 每个价格的中间的会有一些小小礼品啊 就是现在我们一些小零食啊 小支架啥都会送 所以旁边如果想买的话呢 也是可以来这个小乖的零食店来逛一逛 我们这边是非常的这个便宜 而且非常地超值 主要是非常好吃啊 主要非常好吃 我们拍那个打火机 我又没有肚子 看什么 你这是心机 心机心机太重 好了 那么也是接下来啊 马上进入我们第二番精彩的视频 好的 好的我们的这一盘也是马上开始啊 看到我们的战斗值 我们这边是1469 然后对面是1679 很明显对面是一个黑店啊 这个战斗值比我们高了200 这个怎么打黑店呢 我也是之前说过了 一上来啊 跟这个队友说 对面黑店啊 好好选 然后这什么 呃就是一系列的话 来鼓势气啊 是不是 很稳 我特别稳 对面黑店 好好选 那我这盘肯定要玩一个这个 比较给力的 这个偏后期的英雄 或者就是玩什么蓝猫之类的啊 这个能前期能后期的英雄 毕竟对面是一个黑店 打到了后期的话 像什么呃 伪核心还是不给力的 就比如说 什么呃 就是比如说啊 什么什么来着 反正伪核心就是不给力 什么老虎啊 这个神装老虎 是没有任何用的啊 到了后期还是要被干 呃像什么虚公是 虚公是一个大后期啊 虚公是不好说 不能这样说 呃 什么女王 神装女王 也是一个 不行啊 神装女王也不给力 所以说还是要玩一个 纯后期 看一下对面的阵容 对面是什么 谜团 府王 狄把师 冰龙 诶 诶 这个也可以 剑圣 剑圣这个英雄非常的稳 好 换一下 对我换一下 对我 是补了一手影魔 我 哎呦 影魔直接出发了 好到这边 换到了剑圣 剑圣的英雄 前期是非常的给力的 尤其是配上冰女 蓝不缺 然后这个冰女一个 Noah减速 我上次一个剑风暴 然后冰女再来一个E 这个人是必死的 除非对面是什么 呃蚂蚁啊 这种英雄 有blink 要不然肯定会死 蚂蚁可以缩地 然后 什么小鱼人杀的 也杀不掉 一般情况都可以杀 这边对面可能是个 腐王或者钢尾兽 对面的阵容看起来比我们好啊 冰龙 牛头 钢尾 腐王 加上一个敌法师 敌法师这英雄 如果是随机的 前期非常的厉害 他买上一个穷鬼盾 地球再保一保 怎么搞出一个 呃 什么 假腿 是不是啊 怎么跟他兑现 如果是这个无解肥啊 就直接出狂战 根本挡不住 这个打路人玩敌法师还是比较厉害的 但是打对黑就不一样了 打对黑可能就是被针对一下 前期不顺 然后中期是个废物 然后这个一直要补 这边看到了一个腐王 呃 这个腐王你不服 我这脾气 我先转你一下 呃 千万不要A他 千万不要A他 你这个转的时候 A他还是 他也是会转的 你就是疯狂的转他就可以了 你不要一边转一边A 哎 这边牛头一个封路 吃了个双倍啊 但是这个拉比克肯定是不会死的 拉比克还有Z 把牛头Z上去 哎 Z到了面前 你不会送一血吧 你应该等一等待Z 走到这个 尖的这个位置 敌法师避过来 应该杀不掉 杀不掉 哎 哎 哎 杀不掉是不可能的 随机的敌法师 瞬间拿到一血 那这个敌法师怎么挡 敌法师一输兵 拿到了一个一血 这个挡不住了 好的 下面是一个 上面是个钢被 我本来想先买一个魔棒 但是我想买上一个鞋子 哎呀 被卡住了 先买鞋再买魔棒 这样的话 这个击杀也是比较好 击杀一点 配合这个冰女 算了 先买魔棒吧 冰女在拉野 如果冰女不拉野的话 可以考虑先买鞋 他拉野 这个冰线就过不去 好奇 哎 这个尖声前期的攻击力 真的太低了 真的特别低 你看只有四手点 48加2 最大的攻击力 才只有50 感觉比这个尖位高不了多少 高那么一点点 前期这个补刀确实不太好补 当你这个玩剑上 你状态不好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补刀真心难补 你要状态好的时候 就比较随意了 你的补的节奏 如果不好 那这个补刀 你懂的 我就不多说了 特别的难补 主要是他的攻击力比较低 而且弹道又比较好 弹道好 攻击低的英雄 都不太好 哎 这钢杯可以消耗一波 算了 给个挪瓦 可以耗一波的 杀不掉 也无所谓 但是这波冰线 还是蛮多 没有必要冲动 冰女是学了光环 我感觉 算了 也无所谓吧 其实最好先 把这个一技能 二技能 一样学一技冲的 到三技再修光环 这样 前期的 具现能力比较强 两个技能可以杀人 你一个技能 感觉不太够 把这个冰线要进塔了 三个也成兵 哎 冰女 你不要再拉野了 你这拉了这么多冰过来 你不杀他 他这个塔下混 混得很爽的 我吃一个吃素 准备去赚他了 我必须要赚他一波 要不然他混得非常的爽 这边我只是 转他不点他人 不点人 你看 要不然他会这个塔 把鬼砸死 冰女又在拉野 像这个冰女的话呢 说实在的 他就不是特别会玩辅助 但是他确实是真的不会玩 又不是什么这个安得坏心眼 我记得以前 我玩这个 开尔的时候 队友就一直拉野 然后打到后期 我说我不顺 他说你真是逗 我前期一直拉野保你 你为什么不顺 你不是跟我什么关系 其实是 这个拉野的方式不对 一定要这个冰线 实在是控不住了 再去拉野 你这样拉野是帮助 对面混的经验 混的很多 哎 来给你个棒 防在断兵 这个刚被受苦了 就是有的时候 你看 我们两个人分经验 然后对面是一个人分经验 然后你把兵线推过去之后呢 对面这个经验也是非常的多 所以说这个 就没什么优势了 而且他一直拉野 这个冰线在塔下 在塔下的兵 你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不到 而且比如说有的时候 你两个兵都没选 怎么办 你只能选择补一个 然后这边一战神魔宝直接赚 这个应该是有机会可以杀的 冰女还有异 哎 好像不好杀 消耗一波 哎 走了兄弟 你别站脸上 哎 哎 这个 这个 哎 防一个好 好过了 我也先走了 哎 我去什么情况 我这边还有魔宝没有吃 这个冰女也点醉了 他是站到了刚被受的脸上 跟他对A了 我交流一下 下次人别说我们消耗 本来这个冰女的光环就是一个消耗非常厉害的技能 前期对线 冰女 是不是 给一个脑瓦 给上一个E 或者给一个技能就可以 我一个战风暴 这个刚被兽直接被打成半血 然后我们第二波就可以把人给杀了 但是如果你第一波直接怼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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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的是没办法 这俩 我 在 这个队队三 这个队队还是很专利 刚被受的这些英雄简称叫 DV RXE是腐王 两个英雄 密 死 还爆了个点 还是 加了 靠谱的 那我前期上路也不肥 现在是四分半 快五分钟 只有一个大魔棒 五级 我是买了个圆环 准备考虑出上一个天鹰剑 或者出上一个战鼓 敌法师肯定很肥 肯定有很多钱了 毕竟这个敌法师是随机的 又拿了个一选 像这种局就不能急了 其实优势的剑上 不是特别需要点击手 但是当你不顺的时候 这个点击手还是要补一补的 要不然你会感觉到 后期的装备跟不上 装备跟不上 那就打不过了 因为敌法师这一种顺起来 他这个装备会很好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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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超过你了 好 这个地方一战风暴 我不管了 我不管了 我抓了这个兵就到六 我准备直接斩他 我斩了 我斩 我 我这波斩 纯是靠脸 纯靠脸 三刀全部砍到了钢尾兽 要不然这个钢尾可能不会死 不过也差不多吧 就算不死我可能也要追死他 两刀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那个地方第一开始是没有兵的 我斩了第一刀 然后第二刀 第三刀的时候会有一个兵 除非是人品特别差 直接就一个极限的距离斩了过来 要不然这个两刀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 啊不对 肯定是能斩到两刀的 因为这个 这个版本的小兵 一刀就会斩死了 所以这个地方 最少斩两刀 两刀也差不多就可以秒了 但血量比较低了 现在两刀免不了 我要追 等一个杰射猫CD 诶 这边有个府王 猴柱 千万别S 哥 千万别S 越S越赚 那这个房是必死 我是满级的赚 我这边的家电也是比较常规 直接去主学转 学了两极棒子 这边你回来 回血回血回血 这个钢杯兽 你还想干嘛 还想干嘛 钢杯兽有点肉啊 不过这个钢杯应该还是得死 这边棒子一直在拉 他想A棒子 但是他A不到 好的 这边是一个转 买到钢杯兽 这一波我是拿到了两个人头 经济瞬间是打到了1700多 可以补上解决手了 买上一个阵柱过来 而且我现在这个大招CD也是快好了 哎 兄弟别想 前期本来就不顺 你再抢 这样抢的话就不太好了 你说你 抢就算了吗 你别毁刀啊兄弟 你这样毁刀你也补不到 就无语了 被防疫了 不要S 我跟他说一下 他这个不用领开始S了 越S越赚 没S 好的 那我这边是拿到了一个点金的卷轴 本来我这盘是真的不顺啊 但是由于这两波之后呢 我就顺了 这个等级也是蛮高 8级 现在不过才7分40秒 哎 中路什么情况 下了什么情况 两路开花吗 难道是 这个局面又崩盘了 跟上盘的开局是一样的 不过我最近的视频感觉 每一盘开局都是有点崩盘 敌法师加腿 加上875 他这个狂战估计是13分钟就会有了 敌法师13分钟狂战 我的狂战估计要很久 哎哎 我准备 这个钢杯你还不死 一个战锋爆啊 他必死了 一个一桌 这你怎么跑 你怎么跑啊 这个直接斩了 找你 123秒掉 因为这个钢杯兽两刀是必死 所以说这个想的没想 直接一个斩 不过也有可能是直接 第二刀的时候斩了回去 把远程兵一斩 然后钢杯兽的距离比较远了 那我就抱紧了 哎 我这边一战风暴 躲一下躲一下 哎 感觉是不是没有必要躲的 棒CD 还是躲一下比较好 反正那个兵女的光环 这边有这个灰蓝 而且这个满尼的转CD非常快 你看这个转的CD 基本就快好了 哦 对了 剑胜有一个小bug啊 不知道朋友们知不知道 就是当你 哎 我记得有一次 有一次是真的bug了 就是我TP的时候 然后快落地了 这个时候你点这个 说服的转 是可以直接转的 但是呢 你这个人又不磨免 有这个转的伤害 不过我记得我有一次是真的 本身磨免了 就真的磨免了 TP来的时候 对面又不能对我方技能 就是特别的厉害 但是 有的时候又直接被打死了 因为这个只有伤害 就转的伤害 不磨免 只有一次是 摇起来了 人磨免了 把对面砍死了 对面砍死了 不知道为什么啊 这个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 不太了解的东西 别递啊 我得一个差 这一番的局势不太妙 我准备多刷了 刷钱 满石家腿 打敌法师的话 相威胁没有什么用 我感觉没什么用 而且就相威胁不暴击 反正这个敌法师 他就是上来给你对A的 你想追他也不太可能 除非这是他 他想给你A 他如果不想给你A 他这个 印尼刀跑了 这个上面也没有用 诶诶 我砍他两刀 诶 这边是 父王 哇 他没有打 哎呦 拉比克是被炸了 他是直接这个Z了 但是没有打父王 父王一落地 一个跳好 直接把这个拉比克给秒了 对面的一个人叫一刀秒 定下来了 又是一波小崩 小崩 谁会是打了一个三换一 那我只能是偏刷了 多刷钱了 没办法 能刷就先不去干 就是打收割的节奏 如果优势的时候 可能会选择 找机会去干 打一个比较拼的节奏 但是这种逆方剧 你太这个拼的话 就输了 毕竟是打路人 不是打这个黑店 如果你们是个黑店 你可能会 让队友来收割一下 也是比较有 有好处的 但是打路人 如果你太拼 你的装备跟不上 到了后期 变成一个废物 好的下台 也是告破 猛马 七级 有个猛马 感觉挺屌的 诶 这边是 拉比克 好像又要被斩了一个 但是你这个 父王 知不知道 螳螂补缠 诶 你怎么跑那儿去了 你不会跳过来吧 你不会跳过来吧 回头一个跳好 这个父王的心 非常的大 二连斩 没有斩掉 我也斩一下 真的是 诶 当我们这边 天灾军团没有人了 你喜欢斩 是不是 还有我这个斩 比较靠谱一点 他是直接一个 回头跳好 吼住了兵女 想反杀这个兵女 我和这个哥们玩的 确实非常不错 但是这个 DOTA的父王 是非常的 不克剑上的 因为这个 父王吼住剑上 剑上是可以 用这个剑上风暴 包括什么 蚂蚁缩地啊 什么隐身的 技能都可以放 武器的引刀 也可以放 就是被吼住 一个引刀 也可以 还有这个 B章 应该也是能切的 这个 具体的话 朋友们可以来试一试 测试一下 我这边是11级 然后有2000块的 损款还是比较肥的 但是我跟敌法师的话 应该也差不太多 我毕竟是有一个 点击手 他现在就算有狂战 我这边是2000块 加上这个2000块 也是基本会有一个 狂战的想法 点击手是2000嘛 然后 接着球 啊不对 还2000块损款 等于说 诶 这边防一个好 我直接看一切风暴 哎呦 这个D他把这个 防给D走了 我是打不到 我加上一个棒子 冰龙一个大招 那这边的话 冰女在打我 这个被冰龙大招的时候 也是可以S的 除非是那种什么 开了风脸的炼金术 是 可能S不到 还有这个 开了什么疯狂面具的 流浪剑客 可能也S不了 哎 这个钢杯兽几个意思啊 这钢杯兽几个意思啊 直接秒掉钢杯兽 前期这个地方可以追啊 哎 但是 这这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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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一下 撕一下 牛头肯定有大招的 哎 没有必要这样充吧 えて deceived 我 都是 ci 是啊 我 我 好 门 先 Flex 我 shout 别别别别冲 我们这边可能是线上没有优势啊 但是我们打团比较厉害 对啊 我们打团好像也不是很厉害 这边打团比我们厉害 这边什么 富王牛头加上一个冰龙 不过他们大哥是 一个地坝师 他们大哥是没有什么战斗力 等到这个后期比较厉害 所以说前期打团是持平的 误开 没有什么优劣势 看情况 拉比哥偷了一个冰龙的T 你看这个猛马给我加上一个E 我感觉我特别的厉害 因为这个E 可以有一个分裂 就加攻击力 诶 富王这边又是跳好 完了 我可能要被斩了 诶 但是拉比哥这个在 这个风路封住了 诶 一个无敌斩 这一波对面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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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也行啊 这个凝图大招是直接跟了我 把我给跟死了 散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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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波是不亏的 这波一换 好吧 这波是亏了 小亏 小亏 影模式出了一把跳刀 我刚才应该是稍微猥琐一点的 不能应该那么冲了 有点冲刚才 我的血量本来就不多 又吃了一个 富王跳好 还好这个拉比哥 在了一手 要不然肯定被斩了 影模的装备 也是还不错 伯利把跳刀 配合猛马 猛马一个大招 然后影模一个跳大 是非常的恐怖的 然后我再来一个无敌斩 那几个人是必死 好的 把这个又还卖了 准备买出一把 引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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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刀吧也是 诶 什么情况 好像又死了一个人 我这边在犹豫 是出狂战 还是出引刀 然后想了想 还是把引刀 因为打路人 还是打一个切入 比较关键 而且你这个引刀一出 可以找机会去那啥 可以找机会去 那个偷个人 就你看到了一个 什么牛头 看到了一个什么 腐王 一个无敌斩 肯定是可以 把那人给秒了的 好的 这边混到了12级 这反正难打的 我能交了一下 主要这个敌法师 还是没有发力 牛头是有跳刀了 对面还真的是蛮肥的 敌法师的装备起来 是非常的难受的 他带线你抓不死他 我们这边是没什么控制 诶 不过也还可以 诶 这个房是真 房是个真的 哦 他有个大冰龙 我以为是假的 冰龙这边是再出 刷新球吗 哦不对 再出紫愿 我们这边是猛马 跳大 冰女的E 然后还有一个 拉皮克的Z 可以控到了敌法师 但是 好像有点不太够 有眼有眼 这边我是 过来 能不能脱一个 这边 牛头可能在看 诶 刚刚是追我的棒子去了 这个时候一个不低 斩面到身体哦 不太靠谱 有个冰龙 能不能来人 我砍这个冰龙 我砍了两道 一个转 好 拉皮克偷了一个F 那这一波的话 好像是可以 有个小鸡 我斩 诶 这个牛头斩的 牛头走得比较远 冰龙是意不到它了 冰龙给上一个E 刚被兽 感觉打不死 但是我觉得 E要打它两下 没肯一加 我去好像背不住 怎么直接会加满了 隐磨各种影压 拉皮克F 别冲别冲别冲 这个地方不太好冲 诶 斩完过来 冰女这个位置不掉圈了 冰女要圈了 他这个走位 有点 有点太靠前了 诶 还好 没有死 诶 猛版一大招 大了这么多人 隐磨一个大招 我这边是 尖锋暴给上 那这一波猛马的技能 是太给力了 瞬间就爆炸了 猛马好像打了四个人 不得不说 这个猛马这一波 太给力了 然后隐磨一个大招 我们是各种EOE 直接把对面给打团灭了 而且这一波 还可以打个盾 我们这边打盾 非常的快 有猛马 加攻击 还有这个剑胜 还有隐磨减甲 打得非常快 不是隐磨点磨叽啊 他一直在打钱 有这个攻击都打完了 好 你们说你拿 我拿队没有用 好 打不了了 这个 很少会能听到 我说这种话 一般我都是要去 扮演那个很浪的人 然后去干两波 只要在打单排的时候 才是一个正常人 我很稳 兄弟 我才是真的很稳 你那个不叫稳 你那个叫一般稳 推了吧 这个冰女也是 有点 有点逗 打赢一波团 以为就要赢了 这敌法是一次都没死过 好像 一般锁过吗 好像没有 只是打赢一波团 就推了 有点吃力 不过是可以推 把这个外塔给拔掉 下来二塔可以直接拔 如果对面推的话 可以来手 买上一个剑球 假腿狂战 狂战肯定还是要出的 拿一棵石术 然后把这树一吃 诶 中路 我这边是有无敌斩 诶 冰龙是把意给运过了 敌法师在上路 出了一个狂战 买了一个火力球 那这个冰龙肯定是死了 冰龙必死 一个转 王跳猴 但是没有用 我这边是尖锋暴还在 还在 尹魔也是过来 加上一个棒子 牛头一个 牛跳大了 哎 气 帮了帮了帮 这把我是死掉了 牛头是跳大了 尹魔是 呃 猛马是大了一个 弗王 尹魔一个 古龙A死 这边刚被还在追 刚被还在追 尹魔是后面 什么情况 尹魔怎么拿了一个三杀 赶紧尹魔要死杀了 尹魔要死杀了 好 死杀 这一波尹魔都不知道怎么 打到个死杀 我也没看清楚 都是尹魔的人头 不过这个猛马的切入尾时还不错 他是过来把一个关键性的防给杀掉了 这边只有一个控制了 防一死就没有空了 刚才是一直在打团 然后忘记了这个牛头的存在 主要上一波是我把牛头给斩了 把他给忽略了 我这个大招都没有放出来 猛马你后手吧 我去卖肉 其实这个倒无所谓 一模是嘴巴特刀 敌法师的话应该是有很多钱了 他是狂战加上一个火力球 直接裸龙心 直接裸龙心也不是不行 但是他的出装有一些问题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为什么我这盘的剑胜是没有买补刀服 首先我是一个假腿剑胜 而且我是一个有点金手的剑胜 还有就是我这个格子实在不够用 但是敌法师是不一样了 敌法师的英雄没有狂战 啊不对 没有补刀服 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敌法师 因为这个英雄一直在刷 你一直刷这个补刀服的这个性价比就会越高 而且呢你本身啊攻击力也没有特别高 就一把狂战而已 这个时候你再来一个补刀服 是不是 然后再来个什么单刀啊 你这个补刀服 狂战时候再来把单刀 这个时候你再补龙心都可以 你直接去狂战补龙心 你的装备是会刷的慢的 并不是你裸出装备就赢了 还有这边你模式浪了一波 完了完了完了 被精确给收掉 哎但是中路对面忍不起 猛马哥 吃时候了 怎么就一杠没受了 算了就砍这钢妹吧 钢妹以为自己要无敌了 实际上你又不知道你自己快死了 好的这边是 大招大盗 你看这猛马会玩的 猛马是疯狂的S 拉比哥一下没有被A 这钢妹肯定是死了 哎呦这个防的跳好 我就真应该把这个钢妹手给斩了 但是防肯定死了 拉比哥偷了一个冰龙大招 这个防必死 防也是确实是一个好人 他为了救队友自己死了 这边冰女 冰龙肯定要斩了 没办法了 我走你 斩掉冰龙 我的狂战也是马上就够了 哎 这边是 猛马一个D 没有D到刚被兽 这样的话要被反杀掉了吗 好像真的要被反杀了 被反杀了 被反杀了 这我也追不到他了 这刚刚说跑得比较快 对面也确实还是会玩的 第一把是又杀 带了个塔 哎哎哎哎哎哎 硬住他哎好的 好的 好的 我等他这个砍 他的脾气这么好 我本来想引刀过来等他砍兵女 追不到了追不到了 没有必要再追了 说在追的话啊没什么意义 也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时候战斗力我是比敌法师啊 高了两个等级 敌法师是没有什么作战能力的 他就算有了龙心 我感觉他也是扛不住 不敢重复 我们这边是影魔啊 首先有个剪甲 还有这个狂战 狂战是分裂 猛马再加一个buff啊 猛马一个大招 我一个无敌斩 敌法师可能就被顺带的砍死了 呃其实最重要的是 敌法师现在没有什么输出 他只有一把狂战斧 然后输出个龙心 他如果出的是分身斧的话 可以去选择带线啊 这个拆塔 包括清兵都是快一点 好我这边拿到自己的狂战斧 算差个棒子吧 反正有兵的光环 兵女对接生来说 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像什么有鬼猴子 有兵女的时候真的是太爽 隐魔也是拿到自己的bkb 猛马再来个buff啊 现在已经是 拦不住了 好我这边是买了个物 准备开一波物 然后队友也是买了一波物 来干一波干一波 我这边是有大招 敌法师在刷 虽然说敌法师现在是没有什么战斗力 但是呢 当敌法师把这个分身补出来之后 再买上一个什么闪避护服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敌法师太屌了 打不死 除非是被猛马打一个完美的 来开武来开武 兄弟快点快点快点 好这边物质开了 我实际拿一个tp 中路刚没兽 感觉可以干 刚没兽也没那么肉 也可以干也可以干 走侧边走侧边 绕也可以绕也可以 最好是绕一下 不过我们现在是有bkb 然后我有大招 直接干也无所谓 好这边是看到了一个刚没兽 我准备直接斩了 冰龙 拉比特偷了个冰龙大招 那我这边是直接秒到了冰龙 还在斩这个钢杯兽 毕竟钢杯兽还是肉啊 这边敌法师在A我 后面我的队友在哪里 我的队友在哪里 王一个跳好 插个棒子在里面 猛马一个大招 影魔一个大招 我去 还有谁 但是女后大招断了一手 不过影魔是bkb 我去影魔又拿了一个三杀 这影魔玩得好爽啊 敌法一个大 但是打不死人 一招一招 应该可以砍死 应该可以砍死 给力的暴击 影魔又是刺杀 给力啊 主要是这个 猛马大招 这两招太给力了 他是直接把对面给大住 然后对面就被瞬间打团灭了 真是不谈 这一番猛马是非常的给力 有一说一句 我们这个必须要夸一下 当然影魔这个也是比较给力 影魔是一招打得非常好 拉比克也很给力 拉比克上来是一个 冰龙的大招 然后打住了冰龙跟钢尾兽 然后这个冰龙导致直接被秒 如果当时冰龙没有被秒 是不是 猛马一个大招 然后影魔特大的时候 被一个冰龙大招断一手 那这一波可能就不一定打得过了 现在我们正面是有优势的 所以说 我们就抱团推 然后这个敌法师 没有什么再去刷的环境 这边人TP 你疯了吧兄弟 钢尾兽直接TP下来 毕竟钢尾兽还是任性 还是任性 先撤先撤 别打他 打不死 打不死 钢尾还是钢尾 还真的很肉 但是你不能这样冲不这样冲 我也忍不了你啊 防一个跳好 哎呀 我这边开启了战风暴 冰龙大招 这波应该还是打得过 猛马一个D D到了三个人 打出了这个 潮汐的效果 我这边的无敌展示 马上就好 但是这个兵有点多 先撤回来 让他们追 先回来一点呗 对面这个装备还是很好的 先别死别死 Bose刷了 这边凝透一个跳翼 这个地方 我忍不了了 我要斩了 我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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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斩不动他们 两人都太肉了 这一波还是没有什么必要的 你不跳过来 应该可以A死一个 我这边又是监视风暴 不过我这波应该也要死了 这波谈面了 不该追了 我也得死 我也得死 这一波就崩盘了 这敌法师 龙心之后 可以至少更新一个弹刀 然后下一波 他们的酱油 应该是可以买活 有送用反盘 是的 这波肯定是不该打的 因为这个对面人太肉了 我现在只有一把狂战斧 叔叔并不足以秒到一个人 刚才如果萌马大的话 也可以考虑打一下 萌马没有大招 他们这个人 没有被这个 搞在一起 包括这个影魔大招 还有我这个狂战斧的一个效果 都打不出来 敌法师他出了这个龙心之后 只有2000的血 他并不是很肉 他一点都不肉 他出分身斧的话 也得有一个1400的血 1500应该有吧 应该有1500 力量腿 他现在只有2000的血 而且他就输出比较低 打个盾 是的 刷两分装备 然后这次是我了 等我更新一下装备 我现在 再更新一个 双刀 或者这个 分身斧吧 差不多 双刀或者分身斧 都可以 然后再来一个什么 BKB封脸 直接这个 撸上去了 不管那么多了 队友是补了一个分身斧 应该是隐魔的 那我去点个斤啊 大哥 哎 留一个 留一个 这个点击手 也是半天 没有用了 刚才一直在打团 这个点击手 一直没有用 先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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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这个兵线带过去 这个盾肯定是我们的 而且这个对面 如果冲进来 这个盾我们还真不好打 你说这个钢铭尚往前冲 你敢打吗 你不敢打 你不敢打 还不如去代线 等这个线过去之后 就随便打 钢铭尚现在还不太好秒啊 他这个真的很重 感觉钢铭没有什么好装备啊 但是怎么那么重 好的 上路兵线也是带到对面二塔 对面想杀我的话 只能这个牛头来跳大 或者冰龙大我 要不然我是不可能死 哎 中路直接开团了 某马一个大招 大到了 父王跟钢铭尚 我这边说服的一个大招 但是好像没有 特别明显 哎砍死了一个冰龙还可以 这个冰龙还是脆 这边敌法师 能不能控一下 能不能控一下 隐魔跳过来 隐魔跳过来 能不能 哎呀 还是没有 没有控制到 比你的技能应该是翻过了 这一波是一换一 而且我没有大招 其实也不是不能打 主要这个钢铭尚 我们打不死 很烦 我们的控制不太足 算了 买一双刀 这一波肉山盾可以直接打了 根本就不用想 直接去砍 该去直接打的时候 就果断一点 这一波对面是不可能来 这个骚扰我们了 伤了有人 而且对面死了个人 你不是跳刀 必给预讳 跳进去 我打不到 兄弟啊 你看一看就可以了 我也觉得 你看一下就可以了 你不用进来了 你的攻击力可以忽略 但是你不能这样说 你这样说 这个病你就不开心了 妈的 既然前期这么保你们 衷心你们忽略我 因为你不开心 很明显是不开心了 妈的 我这边是昏到了24级 等我大招 我是买了一个双刀 下一件装备 可以考虑直接出这个晕锤或者蝴蝶 BKB风帘 也是不错的 也是不错的 等这个猛马大招 一个大 大的人的时候 我先不开大招 我直接这个开封脸 上去砍 如果有空的话 开个BKB 这个牛头大家就没有用了 哎 这边防一个跳好 好猪拉比克 防是送的 敌法师过来 哎 猛马大招 大招大 哎呦被 哎 不过我的大招是给上了 这个地方 敌法师被溢住 我这个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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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死了两个人 简直不弹了 这个分裂的伤害 哦 再一个无敌 我斩到了 钢杯兽身上 这一波真的是打出了 成敦的叔叔 还有谁 啊 站住钢杯兽 这个钢杯兽 要跑 那就让他跑吧 毕竟他是钢杯兽啊 我真的是追不上他 跑得快 有肉 猛马这个E 真的是不弹 真的是不弹 我本来打那个字 啊 没有打出来 和谐了 我本来打好屌 他这个E确实比较屌啊 直接分裂死这个 福王 福王躺着就死了 好 这个钢杯兽 你现在 确实很肉 但是你说 你跑到了我们面前 你还装醉肉 阴谋 阴谋还要有盾 这种一个大招 我们是激活 把一蒙给A死了 好 一蒙站起来 凯和阴谋 对面只有两个人在 两个人活着 三个在读秒 好嘞活了一个 不过这一路的话 应该是给破 31分钟 32分钟破两路 防跳好 我先不管他 把这个塔拆掉 牛头一个跳大 这么远都晕到了我 但是有四级的棒子 问题不大 一蒙一个大招 我一个狂战斧分裂 又是打死了两个人 又一个暴击 所以爆Q 所以爆Q 这个对面已经是崩发了 这个魔法的E 配有狂战斧 这个打起来的输出 不要太带感啊 敌法师现在是 完全没有什么战斗能力 他需要一些环境啊 而且他出的装备 是比较拖的 他如果直接出坏人斧啊 搞个什么 其他装备 就厉害一点 他如果直接出龙心 就要再刷一会儿啊 现在这个战斗力 真的是太一般了 但是我们是完全 不给他们机会 直接基地 一波带走 好的 那么这一盘的话呢 也是到这里 基本就结束了 也是我们索尼单排的 第二十九盘 击分也是快到达了 一千七百分 一个无敌斩 那么斩死敌法师 还是没有斩掉 但是刚没受 你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走 带走 那么这一盘 是道路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好 好